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,小红帽阿夏尔的独角兽究竟在哪里? 今天经过我和学姐长达三天四夜的研究,我们找出了小红帽阿夏尔独角兽存在在迷你世界中的直接证据。 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支持一下,谢谢。 众所周知,小红帽阿夏尔整理着装是阿夏尔每天起床的第一要务。 毕竟得让自己的形象衬托上这高贵的独角兽才行。 那么她的独角兽究竟在哪里? 今天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,我们发现小马宝丽其实就是小红帽的独角兽。 小伙伴们,我们可以看到宇宙公主女孩,紫月女孩含有星光异矣。 宇宙公主,她们都是有角的,她们全部都是独角兽。 我们可以先看宇宙公主女孩,小伙伴们,你们看,她头上长了一个角,这就是独角兽的标志。 并且我们的紫月女孩,她们头上也长有角。 这就说明,其实小马宝丽的这些独角兽都是小红帽阿夏尔的。 也换句话来说,这些独角兽都是小红帽阿夏尔的宠物,这个时候是它们的人间形态。 等到夜晚,它们肯定会化身成为独角兽的形态。 小伙伴们,你们知道了吗? 我员数不通社吃的谢谢它。 小伙伴们,你们所说?